这个女孩有着鸡爪一样的手 她不是人类 没人知道她是怎么诞生的 她被称作日本的禁忌女孩 专为复仇而来 这就是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 妖怪人贝拉 罗班奇新转了一个奇怪的女生贝拉 她不爱说话 总是独来独往 自从她来了之后 班上离奇死了好几个人 虽然是转学生 但是贝拉的成绩却很好 第一次测试就考了全班底 刚来就这么出风头 贝拉被同伴的薰盯上了 薰特别憎恨成绩超过她的人 上一个超过她的女孩小肖 就被她拉着一群人欺负了 最后还因为意外坠落身亡 薰的爸爸是个优秀的英语辅导师 甚至还能上电视 优秀的父亲给了薰很大的压力 为了取得好成绩 他甚至和男朋友分手了 再加上父亲对薰的期望很高 导致他做什么事情都要争第一 只要不是满分的事件都要丢掉 结果这次测试 他只考了78分 在班上排第11名 和父亲汇报成绩的时候 他的声音都在颤抖 回家念完检讨之后 父亲让他找贝拉问问学习方法 第二天放学后 薰一路跟着贝拉 想看看他成绩这么好 是不是有什么秘密 薰一路跟着贝拉 来到一个偏僻的楼房 结果贝拉忽然消失了 薰的眼前出现了一扇门 这个女孩一唱歌 世上就会死一个人 她到底有什么秘密 薰跟踪贝拉来到一个奇怪的地方 鼓起勇气敲响了门 一位美丽的妇人接待了她 这里是心灵商铺 老板娘好像和贝拉很熟悉 以为薰是贝拉的朋友 还给她介绍了一款 能提升注意力的糖果 薰刚好需要 买回家吃了后 学习起来果然失败功倍 渐渐的薰依赖上了这种糖果 吃完后又去找老板娘 这次老板娘给她拿了个升级板 六片就要四万 二十片的话 友情价都要十万 薰哪来的那么多银子 最终只能先买六片 可这么一点 根本就不够 回去的路上 薰遇到了一个女小爸 玛丽亚 玛丽亚鼓励她去圆 她俩在交谈的时候 贝拉就在后面看着 薰拒绝了玛丽亚 回去后看到父亲 居然带了个女朋友回来 薰慌了 从此以后整天魂不守舍 贝拉找到她说 回家后 薰又开始吃糖了 父亲可能知道 自己谈恋爱会影响女儿的学习 他和那个女人分手了 可是父亲不知道的是 他的这个举动 给了薰更大的压力 他又开始熬夜刷题 可是六片糖很快就吃完了 到了第二天考试的时候 薰有点手足不错 压力大到都急出了汗 因为太紧张 橡皮都掉了 谁知帮他剪橡皮的 居然都是之前去世的人 考完后 薰彻底崩溃了 为了提高成绩 得到父亲的嘉奖 薰最终还是选择去做 但最终还是过不了心理内观 打晕男人后 偷了他的保险和钥匙跑了 翻到男人的钱包后 赶紧跑去买糖 结果到了之后 傻眼了 这里前天就关门了 贝拉诡异的歌声再次响起 又有人要倒霉了 回事的路上 薰打开前面一看 居然发现了 父亲的身份证 那个男人 居然是父亲 自己心目中的偶像 居然跑去做这种事 薰彻底崩溃 最终选择和父亲 同归于尽 这件事被曝光后 另一个女孩 慌了 和纳诺不同的是 贝拉是个正义的妖怪 她的梦想是变成人类 她会选择一个 无辜死去的人附身 帮助他们付出的同时 物色自己的下一个身体 但却不想变成一个 内心仇恶的人 你们猜贝拉最后